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嘉宏的自然解说 那么今天这番棋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对局 那么我是拿白的 那一开始黑体下这个错小木之后 大跳的开局 那我右下来走个一键低挂 看看他走什么 他实际上就一键低夹那么飞压 他冲断 那就打吃完狐一个 然后他这边小尖是现在流行常见的定时 那我就跳 跳他直接靠上来 这个是局部常见的后续利用 靠完连斑 那我们就应该也只有粘住的空间了 再跳去利用 这个跳我也是得硬是不是 否则他这边有顶 顶完断 但是我们可能下其他的 压到中间怎么样 我挡本身其实也非常大 我可能还是挡好了 挡一个本身还是很大 他这边将来我们有在住附近 点一下去利用的一个一个手段 有一些小小的利用的棋 那左上他再挂过来 下个小尖怎么样 我比较喜欢踢啊 那今天走走看别的 走这个小尖 局部拆二是很常见的 他在左边继续挂 我就简单飞好了 下的普通一点 我今天这棋一开始都走了非常稳健 黑棋直接拖完斑 那我们打吃完粘住好了 前面他好像空拿的蛮多的哦 我们等一下可能要稍微均衡一下 不要说空都不要拿走了 我们就立下好了 他要贴棋吗 贴棋我们就点过去 哦不过这棋我们 这点其实还要小心增值 我记得有一个增值的问题 这棋 其实我们简单下这种东西 应该也是可以的 不过还是点 还是点好了 他这棋除了跳其实也可以单年 单年的话也有 那我们就拆尖夹一个吧 也可以 刚会说增值 因为这棋好像有个跳完斑的变化 会跟增值产生关系啊 但是我也不是说记得非常的熟悉啊 所以 所以就试试看啊 他走这个段在跳的话 那就是 那就是当初原本的变化了 诶这棋它是先断在跳的吗 因为这个次序好像也有点重要 我这棋有没有可能单断啊 单断它再来翻这个是不是 断的话它会来翻打这个 那我好像不行 是不是我还是要冲啊 冲的话它还是会反打一下吧 反打然后再尝这个 反打然后再尝这个 反打完尝试 然后将来这这边就变成一个 呃应该白棋暂时不会去断了 断完吃拐吃虽然蛮大 但是它外面外面也蛮厚实的 因为它这个虎道它蛮厚实的 所以白棋暂时不会下 那将来黑棋要补齐可以粘住 就把左边给收入囊中 但是白棋也有外面靠一靠一些利用 好那下面我们也是可以去点点它 不过现在这场合好像上面 B一个明显是最大的一个地方 这黑棋如果要粘的话我们这附近还是 光是这边逼啊这边靠应该都有一些利用 好所以 嗯左边应该会变成一个 有点恶心的地方 8 7 因为我们这附近有纸 我就可以撸过来 跟公杀比器也是有产生关系的 嗯它加入的话 那我们这边敢靠吗 因为它这边多了两颗纸 会不会有点不一样 好像有点不一样齁 还是单跳好了 单跳是会比较稳健的 好它拆B过来 它拆一间 拆二间B破 我的脚上 不过这个被飞好像也还好 我觉得它是不是应该跳会 对我两颗纸比较有压迫力 实战这样我要不要先靠过来 靠它会不会下班 我搬一下 走 不是很确定耶 现在去靠或者是好骑吗 它如果下班我挺搞不清的 主要是它这边多了两颗 让变化变得有点 不是很熟悉的变化了 那它如果外班就简单了 它是下粒 下粒 下粒这我怎么走 如果再压下去它会不会搬毡 我虎过 它下粒我不是很会走耶 还有我们就跳 党它如果搬的话 这样我再搬虎等于还原 但我是不是可以跳 我感觉跳会比较好一点 感觉上 那它如果单拐过 这两下应该 应该也不亏吧 我们连一下 连个落 联络一下 哎 不是很会走 联络一下好了 因为这样也可以让它这两颗子比较孤立 如果是这边是被它冲出来 感觉整个后保都完全不一样了 尽管这边是有跨断了 但是我就退 暂时应该还站得动 这期应该马上进入白热化的战斗了 哇 这个 应该说 各处都有一些 搞不清的东西 像这边啊 这边 还有上面 它这个拆耳 跟我脚上 其实 很多的不 不安定的因素 哦它还是直接跨断了 非常凶猛 这我要撞断吗 这我没有可能用撞断的 针子我肯定是不利吧 它这只附近叫吃有先手在 8 7 6 5 4 3 刚才这个打吃的针子的话 呃因为它这边有个打吃的先手 所以我肯定针子还是不利 所以就选择了 贴完退出的变化 然后 它要 压嘛 看它压 压哪边还是用跳的之类的 嗯 虽然刚才是说 如果要站应该还是不怕 不过它立刻杀过来我也是 有点压抑 因为我觉得杀过来是有点早 光这样一退 它感觉两颗就有点要 快要掉了 那它现在这边 哇接着压这么凶 它觉得下面还有个飞 我吃不了太多 不过我就是跨完再夹下 其实也等于都吃住了 还是接着退吧 扳的话会伤到另一边 飞楼就跨完夹下来 其实也等于都吃到了 还是能吃不少 它已经投资蛮多了 那上面它能够 获得什么样的成果呢 直接跳出 那我也尖出吧 这起好像也没什么好想 这压好像是一个后手了吧 再跳 看来就是顺势的攻击 嗯 那我以压 这个感觉就是出头而已 被命令型的 也没什么好下的 它退的话 我们可能再压吗 哦 用斑的 用斑的 我是斑还是 靠 斑它会不会直接咔嚓上来 这么凶 呃 不是不可能啊 其实我斑应该也合理 9 8 7 不过靠会不会相对简明一点 靠好像 相对简明吧 那它如果要尝 我们 把一下 留它一个断 虽然断 暂时它可以打完沾 但是留它一个断 也是ok 我觉得它这个战斗好像 比较勉强 一开始跨让我觉得 不是一个好的战斗时机 看它后面怎么下 这样子我们能虎过去 骑行上还是非常完美的 接着压吗 接着压 嗯 现在还要提防这两颗的问题 再压 嗯 还要提防那两颗的问题的话 我们还是不要多压这个好了 9 8 7 6 5 我们还是老老实实 就把它出头出来 接着贴应该还可以 虽然说也有点送 送 送跑它这块 但是其实一开始就不是我们要公文家 一开始就是 我们就是跑就好了 再贴吧 再贴好了 骑行上会比较厚实 我在飞 它如果在跳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考虑 拖先的可能了 这个 如果能回到这边回防一个 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它这边如果不走 我飞过来 它是不是也挺 它应该也进去了 应该不太行 顶一下 顶这随时是它的权利 不过也有亏的肯性 因为本来拐的话 这边还有一轿吃 它这顶可能还有一点亏的肯性 嗯 它这边后续是怎么下呢 继续飞 进 进逼我 压迫一下我这边 嗯 嗯 怎么拖先算了呢 挺想拖先的 不过这现在被飞 我就往外跳 是不是也还好 好像也还好 是不是啊 9 8 7 6 5 7 3 2 1 哇 再想想 还有两次毒米 充断有没有可能性 充断它如果拉出去 充断它如果拉出去 好像还有一点乱 充断 打吃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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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下面我們剛才沒有點到這一箱 原來他要脫先了 真的假的 這個被我搬我是覺得還是有點痛 右邊這邊 他會不會殺出來 右邊是有殺出來的可能性 我先搬吧 他總不至於說 這邊不理我吧 這搬我覺得還是相當大 跟他下面的潛力也還有關係 總不至於說直接殺過來吧 好像還是有可能 反正我們下面都下了 至少先搬一下也不虧吧 打他 連搬有沒有 不過連搬我肯定就落後手 連搬我肯定是落後手 這邊我們先把他還是印吧 還是這邊先印一下 跨完加下來 這個實地收穫看起來還是蠻多的 這飛過去 打次先黏 這邊斷他還是噁心噁心的 斷完提掉一下 我感覺他還是有點噁心吧 看他要不要補 看他要不要補 不過這補了感覺實在是有點痛苦 這個被他飛到了 我就先往外跳 不過這樣左邊等於被他收入囊中 他再跟著飛一下 他其實現在目數還是整體都蠻多的 靠回 先先踢他一下 先踢完靠回感覺眼位算蠻多的 我單靠回怕他頂完飛點過來 靠回好了 這樣還有帶著目數 等一下回去斷這個 其實也是 現在可以斷了 這個現在斷蠻大的 喔 形式判斷被關掉了 不然有時候 都會手鍵啊 想一直去點 這樣他就點不太進來 哇 馬上收住 對方對於實控看來是拿捏的相當敏感 這我們控好像有點不足喔 第一感覺得控有點不夠 但是他這邊剛才到底是什麼東西 先來斷了喔 至少我可以斷吃下面吧 我這邊藏他要接這個 我能不能利用這個來點呢 也是一個問題 好像他這附近還是不太乾淨 我先戳他這邊 喔 不過提他就退回來是不是 他覺得也還好 恩 好像也是齁 不過沒關係啦 至少先弄兩下 下面吃這個相當大 但是我左邊也想要搞他 恩 我現在腳上算是厚了啦 應該不太需要提防什麼東西 我稍微點點木好了 他的空 他要用 8 7 6 5 4 3 2 由於左邊還是頗有味道 所以就起 其實還是 搞不太清 哇 他這邊拚一波 這樣等於他這邊形成一個打結了 哇 那我拿左邊當結 我好像等於擁有一個結庫啦 哇 他這邊拚一波啊 挺 挺狠的 這要跟我拚一波 那我就直接拉過來 他覺得本身結他有是不是 就先拉過來了 這中間吃掉還是相當大的 因為是帶著木的 不是說桿子的那種 周圍還是很多木的 哇 突然 中間形成一個結針啊 這是相當的激烈 就來點他左邊 他會不會就消了呢 那消了我這左邊能戳兩步 應該還是很大的 這全盤他沒什麼結啊 感覺他全盤其實沒什麼結采啊 感覺他消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那我也得想想下一步要下哪 該就貼出是不是 貼幾下來再把這個拉出來 那他還是硬了 那我先提 中間如果刻掉的話 木數應該不會不夠吧 擠這個本身結 擠這個本身結 有沒有比氣的可能性 沾他斷我刷 1 2 3 4 好像還是他 是不是還是他氣多一點 先黏住吧 不是這左邊我局部都快出奇了 怎麼下比較不虧啊 怎麼下比較不虧 先長嗎 7 6 5 4 3 2 撞一個好了 不知道是要先長還是 先頂 先頂其實 本身是比較虧的意思 他如果擋的話 一長感覺就出奇了 但是這個頂本身蠻虧的 不太舒服 這個頂 下得好像不是很好 有點虧啊 這結找的其實蠻虧的 翻這個 這都擠打掉 消了 還是算了 消了那左上還是一個結 再長這個 再長這個 不過等於說我現在 他他他現在啊 他直接走 我直接走了 那我左邊這個東西 我可以來抱他這個 好像不比中間小 左邊我弄下去不比中間小 不過中間還有一個因素 是跟我整條龍的後保 還有點關係 不過我現在後保 其實也還好吧 即便沾其實 應該也不保 他跳一下我擋住 欸我衝一下擋住 他搬我死了 欸不對啊我看錯了 原來他搬我死了 哇那我搞錯了 我一開始就搞錯了 我根本沒有什麼起啊 原來我搞錯了 那這樣子虧大了 剛才找了幾步起 全部都是報損的節財 哇 我又我又瞎下了 我怎麼又瞎下了呢 怎麼會下的這麼差 沒關係趕快回到中間去提 這下左邊被他全吃光了 這還是 有點淒慘 左邊被他全吃光了欸 但是我節財也多了 哇我這被人家吃得這麼乾淨 我是瘋了 我下成這樣子 啊我本來 本來挺好的起 結果左邊虧那一波 這下整個有點不太對 又看錯 所以計算力實在是一個硬傷 非常的慘烈的計算力 這還有得下嗎 不過就看中間節他要去拿找節的問題 打這個 如果跑的話等一下一直打 越打他節越多是不是 唉 可是這不跑好像也有點虧了 7 6 5 4 算了我單提吧 不過這個沖完沾後一段 他這個是不是還是 收氣有點噁心啊 6 7 我有6口氣 拿著沖浪解 我這邊等下沾完再斷 好像他那邊還是有點噁心啊 1 2 3 4 5 對阿他挺噁心的 哇他還敢 他還敢下這個 他真的有夠敢 他居然還敢下這個 這被我力道的話 他等一下收氣就收不了了 收氣等一下他收不清了 順便夾他 9 8 7 6 5 4 3 好算了我還是先立個 因為我剛才尖好像還是出不了 有點出不來 嘖 不過我這手棋其實 有點龜縮啊 不一定是好棋 好像有點太鬧了 那手棋 喔他直接消了 唉他消了 等於說他也怕我這邊沾完一段的問題了 他也看到了 我等於我沒有回去讓他收氣阿 這網好像還是有點虧 剛才是不是應該先接阿 他現在又收到這個 我是不是控還是不夠呢 收到這個也相當的大 10 20 30 5 4 3 2 加這個 我好像控還是不太夠耶 哇 我剛還沒有 去把這個沾完斷一下就不對了 他那個收氣還是差很多耶 他根本不敢跟我跟我亂下 他那邊收氣我沒有讓他回去收氣就不對了 中間這個提本來都不是重點了 他其實早該打不過了 他 我左邊虧了一大票 對方還是 挺老練的 打結虧了一大票 感覺他關子應該也蠻不錯 7 6 5 4 3 2 1 7 我不知道吃不吃阿 這個關子大嗎 好像還不小 一路斑這個 斑沾 9 8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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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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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噢不要夾死好像也沒什麼味道 現在還有哪邊是比較大的嗎 挖毯 他等於要把這個夾的毛病給補掉 他要補夾的毛病也挺聰明的 我還是得接吧 我單做都要被他斷一下 還是得接啊 唉我剛才一直想要保留這個接當劫財 但是其實沒必要我應該就把他 我應該就把他交換掉 那他那個劫還是打不贏我 他這左邊收器本來他挺噁心的 非常噁心的東西 這應該沒有辦法再利用了 做活 總能拖到吧 哇立這個 哇這也要逆收 非常狠啊這都逆收了 飛他一下 這邊也飛他一下吧 吃這個也是蠻大的 我想到下一步提還是一個先手 嘖 提是一個先手的情況下 還是得硬啊 還是得硬啊 對方感覺連關子也是蠻好的 一開始走這種撈空流的 撈空流的感覺他關子還是會 相對比較穩 穩一點 這個尖 先 他還是把那個尖住 這我要頂嗎 不一定 斑沾這個 我等一下有可能貼上來 先拖他好了 9 8 7 6 5 4 3 我就想要先貼這個 因為 這部斑蠻大的 他應該不會不硬 那貼的話 貼完等於下面這斑沾也是我的 喔 他用斑的 先斑他 哇賽 這我是怎麼硬的 9 8 7 6 5 4 虎一個 哇有點不會硬 好像不太是好奇啊 對方關子也是非常強啊 各處被人家 被人家搞 這我應該還是要拖了 不拖不像畫了 這我是退還是撞 應該撞比較好 他還是吃了 那我就吃到中間 提掉 提掉是引誘我打嗎 提掉想引誘我打 還是他想讓我少打那一下 怎麼打上去 結 9 8 7 6 5 4 3 2 結彩好像我比較多耶 他光右下這邊就搞不清了吧 斷倒 哇 變成一個開結了 他就讓了 他就讓了 唉唷讓了 這樣我少吃中間兩個 好像也不見得便宜啊 嘖 我不見得便宜 欸 這道理便宜不便宜 應該是不虧啦 應該不虧 我就站住 再來夾 單衝好了 會不會我其實木數早就不夠了還在這邊瞎下 哼 我是不知道後來就沒什麼點木了 提掉 好 提這個好像也不是很大 還是中間走一個這好像蠻大的耶 哇賽 9 8 7 6 5 4 3 中間走一個好像蠻大的耶 剛才都一直沒有特別注意 好 中間走 中間走 9 8 7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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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這我總不夠了 啊我沒衝出去也不對 他這一沾完一擋 我等一下還得補啊 哇 這又不對了 這又不對了 這我還得補 哇我沒衝出去啊 不對了 嚇得太糟了 哇我後半盤真的是 真的是跟什麼鬼一樣 跟被雷打到差不多 剛剛也不補了被人家靠進去 哇我的關子跟被雷打到差不多 對方的關子太好了 我真的不行啊 我真的不行啊 最後還是輸掉了 這關子實在是太臭了 嘖 本來應該是 可以贏得起啊 那 最後沒有把握機會 蠻可惜的 好那等一下再跟大家稍微復盤一下吧 好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對局 那其實從下面這個勝率曲線 和木差曲線圖可以看得出來呢 其實我們前半盤還是比較不錯的 但是轉列點就產生在中間要打結去吃掉黑琴那塊起的時候啊 那勝率就整個降下去了 所以說最後的這個木數差距並不是很大啊 好最後大概是輸了兩木左右 但是 其實 還是比較難以挽回的一個差距了 好那接下來就從頭看一下 那一開始雙方都走的是定式了 那在左邊這邊呢 白琴衝 黑琴翻打這個是重要次序啊 如果露 露交換這一下 比如說單場的話 那白琴斷 那黑琴這個破洞就補不上了 這時候再來翻打就來不及了 白琴可以單體啊 再打我也接住 所以這個破洞補不上就麻煩了 你如果接那白琴可以先藏 就可以藏過來了 那 黑琴如果擋住的話呢 那白琴甚至可以脫線了 這邊攻殺已經5氣比4氣了 白琴這樣已經吃住這個黑琴4子了 黑琴不行 那麼 實戰黑琴翻打完再長 這個是重要次序啊 白琴如果要單段的話 那黑琴可以胡擋這邊喔 那 這邊如果白琴衝的話是不行的 因為黑琴可以打吃這個 再擋住 這樣子 反而變成4氣比3氣 白琴是攻殺不行的 好 那白琴如果說直接單吃回去的話呢 那一開始續盤去吃這個琴是不划算的 因為是只吃了大概20目 那麼 反而被黑琴把外圍給走得非常厚 那這個白琴是不划算的 所以說這琴白琴通常就是脫線了 那將來如果黑琴要吃回這邊的話 呃 常見是接住 但是接的話 變成說白琴在這附近是有許多的一些接用手段 譬如說簡單的往這邊一打的話 譬如說黑琴走這個 那麼白琴可以藏過來 黑琴如果說主度 那麼白琴斷 這裡頭的攻殺呢 就是白琴快一切 這樣子黑琴不行 那如果黑琴接 那白琴就可以整個爬過了 所以白琴在這附近打入的話 是有一些接用的 那如果說黑琴要來補一下的話 那顯然白琴交換一下 肯定就便宜了吧 所以這個就是白琴在江崖這附近還是有許多的一些接用 關鍵就在於說這邊有這個場的一個先手存在 那可能會想有人就想說 欸那黑琴可以虎這邊啊 但是這樣虎的話白琴中間可以拐一下 這個交換還是挺舒服的 這樣黑琴吃的算是比較局促一點 那麼如果說黑琴打掉在虎的話 那也可以啊 但是這個打吃本身也是比較虧損的一個交換 因為這個黑琴畢竟還是有從這邊拉出來的一些可能性 打吃那等於說把這個給虧掉了 還是稍微虧損一點 那可能也有這種打吃完階在這的啊 因為虎在這的話 畢竟白琴將來這個斷下去 黑琴還是得收氣之類的 好像也有這種就是黏在這邊 但是一樣啊 這附近白琴碰啊 還是有一些借用存在的 好那麼實戰走到這邊呢 決議是建議白琴先飛壓一下 那重點是在右上這個可能還是應該先單靠過來 那黑琴如果搬外面的話 那白琴就立完搬虎一個 那黑琴叫吃白琴後續搬一下 黑琴退 這算是常見的一個接引 那我那時候沒下 我是想說 黑琴如果下班 這個變化不是很確定 因為主要是這邊它多了兩顆子 跟本來變化會不會有點不太一樣什麼的 但是可能有點擔心太多 這白琴還是這麼 照這個這麼下的話應該還是可以 那這邊黑琴好像也有一些靠下去的琴 這不是很清楚 那總之不管它怎麼下 那白琴就簡單尖出 應該說還是還是蠻正常的一個接引吧 白琴也看起來也沒什麼虧的 這邊還有這顆子可以攻啊 這邊可以飛壓過來 還是還是可以簡單處理的局面吧 實戰 不過實戰的單跳我也是比較常 比較慣用一點 這時候決意不知道會不會推薦黑琴下什麼 我是覺得它這邊踢也是有可能 或者是這邊跳 實戰 實戰他是拆二 那麼決意是推薦 黑琴應該踢完擋住 那麼白琴有往這邊靠去做借用的 另外也有往這邊點去做借用的 之前我有一盤對局好像也是下了這步點 那麼靠的借用也是常見的 那麼這個還是要回到這邊飛壓一下 可能跟整個中腹的滯空拳 還有將來戰鬥是有相當大的關係 這個飛壓好像還是蠻重要 好 那麼實戰還是走到這邊靠了 那走到這邊的時候 黑琴力進角裡好像勝率也是差不多 不過比較常見的是外斑 外斑的話 白琴力完斑 那黑琴場外面 白琴虎一個 這時候黑琴就沒有回去擋了 不太確定具體原因是什麼 不過總之這樣長中間去進行聯絡 那白琴再虎過 靠的話可以夾過 這樣是沒問題 所以就等於說把黑琴的角給破壞掉了 本身白琴也拿一點根據地吧 好那實戰 我這邊跳住應該還行 不過黑琴立刻跨完斷掉去開戰 好像有點操之過急 黑琴這邊還是應該先來 跳一下加強兩顆 那順便也給白琴一點壓力 那白琴如果出頭的話呢 黑琴跟著飛一下 再回到腳上去踢住 這腳上踢住 其實這兩顆的黑子 還是比較重要的 那白琴再回到這邊虎下 不給黑琴這邊有一絲的聯絡機會 那還是要重點攻擊這兩顆的黑子 還是比較重要的 它立刻跨段有點超之過急 這一串應該說白琴處理起來沒有什麼難度 那麼走到這邊白琴的勝率已經是相當高了 這邊剛才白琴勝率一路沖上去 重点就在于他这边跨段太过于过分 这白棋胜率一路冲上去 目差也来到8目 但是很可惜白棋后续比较没有把握住 我们看一下主要关键点在于哪些地方 他这边要飞过的时候 这边爵异式叫我也不需要在这边去跨完走那边 这边他是推荐飞这个 飞的话黑棋靠去进行联络 那白棋就交换几下之后 这附近也不下了他觉得不大 那赶快过来飞啊还是这步飞啊 还是要赶快走到中间的样子 所以这步飞啊其实真的蛮重要 我一直没有去下 我点一下看起来是戳到黑棋的一个痛点 那他就简单挡住 这边看起来白棋这边冲一冲再冲回去 看起来黑棋味道就有点糟 我可能也不见得会暂时去动吧 后续怎么下也不太确定 有很多重要的点吧 我实际搬应该也还行 其实走到右边这些 不是太亏应该都还行 那比较关键的木树 领先整个掉下去的点是在于说呢 我立刻去断 我去上断这个好像 决定认为应该要下断是不是 我就直接断吃下面这颗子 直接把它吃掉就OK了 不过这附近黑棋点进来的变化 好像还是被他度过了是不是 我现在还是可以断 断打二路 这个还是可以 还是 哇这个有点复杂 他拐这个我 我是怎么下 这有点复杂耶 好像不见得能吃度 靠完爬过好像还行是不是 对我断完爬他拐了 断完爬他拐了 靠这个好像 暂时是还行的样子 不过这有点复杂 那我实战上段应该也还行 这边胜率并没有真的崩下去 重点是在于找结的过程 我在左边那边没有下好 实战他是推这个找这边结 不过我找左边应该也差不多 这胜率和木树并没有亏下去 比较关键的亏的一个点 是在于说在这部打吃的时候 我没有注意到他这边骑行的破绽 我这边应该要来跨才对 我实战这个接啊 可以说是太太温馴了一点 这实在是一步非常糟的棋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去意识到他左边这边 骑行的一些破绽 我明显应该来跨 那跨他如果冲过 首先是讲一下他这边如果是冲这个 冲这个我最简单可以下班吧 最简单我又下班 那么他如果就接坐后 我再接这个他这边有断点必须得补 那我一般一般过 他左边就被我洗劫一空啊 这边要火很简单 我这边这个一壶就好了 而且我左上也还没死 这个还是带着一个劫的 那中间他也都还没有度过 所以我已经把这个左边洗劫一空了 那他显然不行 我光吃我光吃这块他也不够了 或者我光就左上他可能也不够 所以这样子他首先已经被我洗劫一空了 那么他的变化是黑棋是冲上去 冲上去白棋还是可以接住 那再搬 然后搬这个立下 哇这个看起来也是相当 相当有弹性的一个企 但是我实战都完全没有把控住 反而去下这个很简单的接 那后来硬去撸那一串 那也是都亏掉了 走到这边胜负就很不一定 我去撸这个 然后 然后 被他跳的时候 这边决意认为我还是提是正确的 不过左边还是应该去暴动他 就是冲完跳这个 再把它断掉 这个断掉还是蛮关键的 要逼迫他回去收气才是正确的 这后续这中间一断还是很搞不清 对吧 但是我什么都没下 然后最后被人家补掉了 其实像这时候我冲完就应该接了 这边觉得也叫我应该要接 但是不过 差别是在于这时候胜率已经降下去了 这个 我还是前面那个跨段没有去弄他就不对了 然后这个击打上来的时候 已经是非常好的时机了 那不过我这时候还是应该接 接的话还是相当乱的 他这边他很麻的 他都如果硬要吃住他只能接 但是我一段他这个收气不好收了 他是 他这边是用搬过去的变化 但是中间提完走 这个 这个就带着一个结 他就不太好收气了 很恶心的一个东西 那么 还是应该接 那如果说他黑四是回来 接这个的话 那我这个夹 夹完走 这边武器他武器 他是能收气的 但是 但是就变成说 这东西他整个的回去收的话 他整个目数是亏相当大 而且 中间打结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复合 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结材了 是剩这个 但是这个也挺小的 我甚至还可以硬住 对啊 光中间找结也行 所以 呃 他这样子 他这样子应该是不太行 好 那不过很可惜 这边被他拔掉 那之后 木数好像就比较不够 好 看到这边的时候 最惨的时候 是木叉 来到五木齐啊 不过 最后其实我以为 我关子亏蛮多 不过其实 现在看一看好像也还好 反而好像还稍微赚了一点 那我比较亏的 应该是在于 下面这个变压 沾出的时候 我跑去提这个 应该是 好像还是蛮有问题的 我这还是应该打回去 或者拐这个 我至少应该拐这个 拐这个至少 至少 不会被人家拐这个先手吧 那太夸张了 被人家拐一个先手 我还点猴在这里 这个实在是太亏了 我光亏这个 就 就昏倒了 对啊 或者应该打出去吧 我是不是应该打出去 打出去 它沾一下 对啊 这边多蹭一幕 不过这 这会不会有一些靠入的棋 哦 这 这好像有点靠入的棋 好像 那我还是应该拐这个 我拐这个 肯定比提这个要大 它也不会去沾嘛 沾的话 这颗子有被我拉回来 所以这边我下的很有问题 哦 不过其实 好像看这个胜率和目差 一直都还是在我追不上的范围 那这盘棋应该说 比较可惜一点啊 白棋比较 关键的失误就是在于 中间打结的过程啊 一些 该去搞对方的棋 没有把控住 这样这手棋 整个沾回去 没有去把人家这边搞出来 真的是 非常遗憾的一个失误了 好吧 那这番棋 跟大家看到这边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看